听到韩丽答应了 这女修士虽然仍然有些清冷 但是却能明显听出啊 其中掺杂着一丝喜悦 阁下绝对是英明之决 这个价格恐怕不会再有人能出到了 韩丽没有多说什么 单手在橱袋上一扶 清光一闪而过 她掌心中啊 多出了一个新的橱袋 递给了女修士 这女修接过橱袋之后 神石一扫 随后毫不犹豫地手一挥 掌心多出了一个橱袋递了过来 韩丽接过此物 只是看了一眼 就扭头对对方点了点 女修士再次对韩丽抱拳行礼之后 便转身朝着之前的座位走去了 韩丽看着这女修士讹挪而去 眉头不经意地皱了皱 虽然隔着光幕看得不大清楚 但是她神石太过于强大 仍然隐约穿透了光幕 看到女修士模糊的身影 似乎曾经在哪见过 对了 就是那个住在她隔壁的红衣蒙面女子 不仅如此啊 那个蒙面红裙女子之前偶遇的时候 就给韩丽一种熟悉之感 此刻在这第二次见面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而就在此刻 前方高台上一个修士恰好走下来 韩丽顾不得想这些 身形一闪落在了高台上 直接从其他珍惜材料中取出一些 说明要换取到单所需的单药 只可惜啊 即便是在这个交换会上 仍然没有人有这些材料 在台上等候了片刻 韩丽只得遗憾地下台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小半个时辰之后 当最后一个灯台修士下来时 这场地下交换会 终于彻底结束了 韩丽来到后台 支付了此前购买血精藕的鲜元石 完成了交易 他略意检查过后 就小心翼翼地收入了一只玉盒中 贴了几张符录 并放入了储物桌里 不多时韩丽的身影 就出现在白玉城内 一条有些偏僻的街道上 谢道人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韩道友 我需要立刻布置一座法阵 炼化这块雷破惊 需要我做什么吗 韩丽步履不停 通过神念回复 紧接着一道信息 传入到他的脑海 是一份布阵方法 和所需材料的清单 虽然这清单中 所列的材料有不少 而且其中 还有几样不怎么好寻觅的灵彩 若是放在往常 恐怕要费一分功夫 不过此刻 这白玉城 云集了整个古云大陆 乃至附近大陆 一些势力和商会 加上还有吴长蒙这一后手 料想只要多花些鲜元石和灵石 应该不难凑齐 至于所布置的法阵 虽然看起来有些复杂 但也不算什么难事 我明白了 我会尽快准备好 然后回赤霞峰 给你安排一间密室 不必如此麻烦 在客栈密室便可 至于那具傀儡所遇到的问题 我也解决得差不多了 应该就在这几日了 好 韩丽点点头 朝着最近的一个材料商铺 飞去 直至夜幕降临 韩丽回到了先前居住的客栈密室内 他先是手掌一番 取出一叠正旗 看似随意的一挥手 所有正旗朝四周飞出 落在房间各处 摆住了一个古怪的阵列 随着他口中念念有词 五层或薄或厚的进制光幕 交替地浮现而出 将这间房间层层笼罩起来 围绕得仿佛一只铁桶一般 做完这些之后 韩丽才挥手发出一股清光 将房间中的桌椅床凳 尽数送到房间的一角 空出了空间 一大片地方 然后取一些居雷幕 还有一大堆颜色各异的东西来 正在此时 韩丽突然面色微微一动 又单手一翻转 从储物桌中取出了一张紫色灵符 符上密密麻麻的 近视银色的纹路 正是那张清风所先符 她在取出其他东西之时 恰巧在储物桌一角看到了死物 心中突然想到了什么 此前那个蒙面女子 不就是当初给我这张清风所先符的 甘酒针吗 虽然此女和当初的甘酒针 在气息上略有不同 可若是她刻意改变 我一直没有想起来 也在情理之中 甘酒针 焦三 与林三一样 是戴赤色红面具的 无常蒙高阶成员 没想到她也来到竹龙道了 韩丽难难一句 随即摇了摇头 收起了这张清风所先符 我再理会 她当初和这甘酒针并无深交 对于此女来到竹龙道 究竟所未合适呢 她也是懒得理会 想来和她是不会有什么关联的 韩丽平静了一下心绪 便开始在地面上刻画起来 这一番忙碌啊 就是整整三个时针 直至天亮时分 房内中间原本空空荡荡的地上 出现了一个约莫十方丈方圆的圆形法阵 中间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灵纹 四周拘雷幕表面雷光隐隐 一副叙事而发的模样 韩丽长出一口气 手在橱袋上一拍 一道金光飞射而出 落在法阵的中央 现出了谢道人如今的身躯 谢道人死下略意打量 朝着韩丽点点头 盘膝坐了起来 谢道友 在此过程中可需要我护法 不必 此事我一人足矣 好 那你保重 韩丽文言呢 点了点头 距离第一道主讲道 还有几天的时间 他还想趁这个机会呢 在此尝试搜罗一些道单材料 若非必要 他也不愿意耗在这儿 谢道人没有耽搁 直接两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琵琶一声啊 一道道粗大金色电弧 从他胸口浮现 迅速蔓延到了全身各处 地面的阵法 也浮现出一道金色的电弧光芒 凝聚成一道悬傲无比的雷电符纹 和傀儡身上金色电弧遥相呼应 很快交织缠绕在一起 并且开始缓缓地旋转起来 眨眼之间 以谢道人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雷光闪动的金色雷球 表面一道道电弧窜动 不时有一两道粗大雷电飞溅而出 朝着周围打去 幸好整个房间已经布下了五层禁制 这些泄露出来的雷电 立刻被禁制挡了下来 韩丽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站在屋子一角观察 伴随着谢道人脑袋上 传出一阵琵琶巨响 一道道电舌般刺目的紫色雷电浮现而出 将的头颅包裹在里边 紫色雷电之中 隐约能够看到一个晶体虚影 正是那块雷破晶 这些紫色雷电 和以前棒珠发出的雷电之力 略微有些不同 更加的晶莹剔透 轰隆隆 紫色雷电滑动间 飞快在谢道人身上蔓延 所过之处 傀儡上各处原本散发出的光芒 越来越明亮 似乎被打通了一些 关键性的节点一般 韩丽见此情形 微微寒手 转身正要出门 就在此刻呀 谢道人脑袋上 雷破惊虚影猛的一跳 紫色雷电骤然大胜 加快了在身体上的蔓延 并且一道道紫色雷电 飞窜而出 和外面的金色雷球 相融在了一起 原本还算平静的金色雷球 陡然波动起来 上面凸起了一个巨大的古包 砰的一声巨响啊 一个古包猛的爆裂开来 一道道金色雷电夹杂着紫色雷电 四散飞射 打在房间内的第一道青色浸制上 呲啦一声 青色浸制只坚持了一两个呼吸 就被轰碎撕裂 剩余的两色雷电继续飞射而出 打在第二层黄色浸制上 黄色浸制光芒迅速的暗淡变得稀薄 眼看就要再次碎裂 不仅如此啊 巨大金色雷球上第二个巨大古包 砰的一声再次碎裂 瞬时之间轰鸣声大作 一道道更为粗大的两色雷电 朝着四面八方轰去 看着眼前一连串的巨变 韩力眉头微微一簇 下一刻他在原地滴溜溜一转 深周浮现出玄武 雷鹏 巨猿 神龙 四个巨大圣兽的虚影 同时这四大圣兽大嘴一张 各自喷出了黑 银 黄 红 四色光芒 没入周围的四层浸制当中 四层浸制仿佛吃了一剂大补药啊 顿时光芒大放 增厚了数倍 那层原本暗淡的黄色光幕 也瞬间恢复明亮 并且上面隐约浮现出一个巨原虚影 噼里啪啦 一道道粗大雷电 打在黄色光幕上 发出巨大的锱铛之声 如同金石相机 黄色光幕再次光芒狂闪 上面的巨原虚影很快的暗淡下去 原本厚厚的光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次变得稀薄了